现在的StableCoin都是那么脆弱吗? 大家好,我是奥称马来西亚最多明媚的男的87面词频道 主要是讲赚钱交迷货币好视频解决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MESC的话,马上通过我下方的链接注册MESC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的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然后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MESC呢 如果你时常有用MESC来做交易的话 然后你之前是通过网站注册的 我非常建议你可以多注册一个户口通过我的链接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子可以每次做相机 现货ETF或者合约的话都有一个手续费打9折的优惠 OK 所以今天的比特币 半夜的时候去到17000,然后ETF也去到了800 接下来 应该还有细看哦 OK 看来感觉不打算反弹哦 感觉好像要直接插下去哦 所以我们就接下去看吧 反正我的多单放着就不要管它了 OK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今天的话题就是MIM这个Stable 这个StableCoin大家好像没有听过这样子 但是没有听过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它排名是在2000多名的一个StableCoin 没有听过我个人觉得很正常 然后这个MIM呢 它在Twitter非常的火 为什么它会突然火呢? 因为它脱钩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你要给你的项目 突然很多人进来讨论的话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脱钩 感觉脱钩会引起很多人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热度就会起来 所以你去Twitter看哦 今天的热度MIM这个StableCoin是非常的火爆 其实它脱钩也不是说很久 它脱钩的时间只是一下子罢了 我看3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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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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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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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5 5 我们买这个价格都比很多大金鱼的来的便宜 但是前提是这些大金鱼会不会 遇到经济问题 而抛售比特币 这个就很难讲 会不会形成一个骨牌效应 前面的一个岛 后面的全部跟着岛 会不会形成这样的骨牌效应 我们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 如果形成骨牌效应的话 完全不反弹的话 就我昨天视频讲嘛 如果他反弹的话 他至少会直接冲上去 2600 2700 2500这样子的位置 但是如果他完全不反弹 他直接继续的插水的话 很大机会会去到250 OK所以我们就要小心这一点 OK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他再跌下去就250 5200 6200 7 他涨上去就是2500 2600 2700 所以你就在这个区间去安排看 应该怎么做单或者现货应该怎么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OK如果你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就等以太坊等到他去到2700的时候再做工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 OK因为我现在开的合约单都比较尽量杠杆不要太大 然后拿久一点 不想说拿一天两天的合约 打算拿长久一点的合约 OK因为短期 你拿短期的合约你会很心烦 因为你每天都担心说他突然来一根 昨天来一根 半夜又来一根 你会很心累的 你拿着合约单你没完睡不着 所以能的话就是 但是不构成了合约直接建议啊 能的话就是尽量杠杆的越小越好 然后尽量拿 看能不能拿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的合约单 好拿着就不要放 OK然后 讲回MIM 欲恐慌已知不抵在一度脱钩到90cent 看流动磁严重倾斜 然后我觉得最大件事就是这条水 之前有一点烂息啊 所以现在感觉烂息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们有发现到吗 Luna一个这个他也没有说很烂息啊 就是也是有一点烂息啊 所以烂息的人都没有好结果 所以我们做人能的话就烧点烂息哦 哈哈哈哈 OK 3AC的神话只在牛市可行 OK 所以有时候啊 因为我们牛市待了太久了 我们很多那些程序都是为了牛市而写 而没有想到说 熊市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赚钱 好这个才是重点 OK 所以我接触到很多一些写程序的 其实很多程序都比较适合用在牛市 或者指标或者一些一些基本面都比较适合用在牛市 一熊市的话啊 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废了 完全做不了任何动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很多那些写程序的可以写出一个还不错的程序是可以帮到大家在熊市赚到钱的哦 除了除了火器资亚之外 火器理财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在熊市的时候赚到钱 我觉得这个技术这个程序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看下去熊市是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视频的话熊市以太坊 从18年拖到2020年啊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都在底部 所以这两三年的时间如果以太坊他真的跌到两百五啊 如果两年的时间以太坊都在两百五到五百的啊 五百这样子 你你会难受啊 两年的时间 我相信你肯定会难受 如果你是三千块买进以太坊的人 你三千块买进但是你五千块没有出掉他 所以五千块出掉他的人聪明哦 我只能这样子讲 所以对我来说呢 VIP都知道对我来说呢 HOLD这四个字啊 不会在我身上出现的 但是除了一个BIT SRB SRB我会hold其他的BIT 你看其他的BIT跌到好像什么那样子 SRB还算稳如哦 有没有发现到 有没有发现到SRB比任何一个BIT都还稳哦 你看跌不多了 所以我们就期待吧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再看 啊刚好我讲的股牌效应 好接下来会不会 股牌效应很多那些生活 因为BIT赚了很多钱的人 手上有很多BIT的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到生活的品质 要啊会降低 还是如果他要维持他的生活品质的话 他可能要卖掉 以前可能要卖掉一颗BIT就可以维持他每个月的生活 但是今天他至少要卖掉三颗BIT 他才能维持他原本现在的生活品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比特币 我想了一下 好像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去到15000了 之前我的预测是20000 然后我背后有个团队是很厉害的 他们预测15000 看来15000是真的要达到了 所以 如果15000真的达到的话 我会好不犹豫的买入很多现货就这样子 OK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